就把REPT 这个公式变成用什么 用那个Test 我刚刚是把什么 把这边后面这一串 先拿掉 再串什么 串那个Test在后面就可以 所以Test的话其实很简单 就是插入一个Test 不对 这个后面少加一个end 所以先end 然后就把Test放在后面 然后跟他讲说 我的资料在这里 但是他不是三个字 所以请你帮我转换成三个字 三个文字 所以Test函数顾名是这样 Test他转出去的 来的是数字 但是出去的一定是文字就对了 或者来的是文字 出去一定也是文字 反正不管是什么 反正他转出去就是根据 这个格式 帮你转成文字 丢到你指定的位置 可以按个确定 这样08 后面的话就是再end 所以这边再复制 再把这边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这边再把它改成 H4 打一个勾 大功告成 有没有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完成 假如说这个公司没问题的话 可是如果你每天都要做通常的事情 每天都要再来一次 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所以最快的方法不如怎么样 你就把它变成按钮 按钮我们分两阶段 一个是聚集 一个是VBA 那有什么差别呢 聚集是录的 VBA是自己写的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聚集 DEMO一样看哦 第一个按下它 自动就全部OK了 清除 就把它清掉 OK 一样 OK 这个是录制的 VBA的话呢 一样输出 不过这个要自己写 好 自己写程式哦 那你想说自己写会很复杂 其实倒还好 程式大概只有 三行吧 一点点东西了 不过就是细节还蛮多的 很容易打错 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是South Sub 那 还有呢 同学说老师我不要按按钮 我习惯用插入函数 可不可以让我自动产生 有没有 使用者定义 自己变出一个手机函数 按确定 他会跟 使用者要三个资料 电信业者 在这里 门号区码在这里 门号末码在这里 自动把结果丢回来这里 确定 向下填满 这个叫制定函数 那也就是你电脑里面没有这个函数 但是呢 你可以把它自己变出来 好啊 这个也是用VBA写出来的 不过这个做完之后 有同学说老师这个好像是要123 123 可是他连续在一起啊 可不可以再简单一点 也其实可以 我后面又把它改一个叫什么 手机 函数 另外一个手机范围函数 什么叫范围呢 顾名思义嘛 就是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给我一个范围 不用给我三个 不然的话 如果你很多懒的话 每次就点一堆 没有你给我个范围就好 选一下 有没有 丢过来 按确定 结果一样OK 这个好处就是 如果你有很多懒 你就刷一下 全部资料都OK了 那这个部分呢 叫制定函数 也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所以我们分 三个阶段 第一个 录制聚集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自己写 这个东西 第三个呢 就是再把这个东西改成什么 制定函数 那未来 会在这边 会多一个 使用者 定义的类别出来 不过你们现在 看你们现在的电脑 没有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制定 你如果没有制定 那当然不会出现这个 如果你有定义好 它就出现了 至于怎么做 我们待会一步一步来看 那也就是说 从这边以前是函数 从这边以后呢 就是VBA 所以分水岭 OK 那 要怎么样做 那个后面的部分 第一个 我们先产生聚集 所以我先把这个 这两个 先删掉 先把它删掉 反正就恢复嘛 一 请各位先拖拉一个 按Ctrl键 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聚集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要用入制聚集的方式来做 聚集 聚集 二的话呢 请注意哦 这上方呢 会有个开发人员 不过你们的电脑 应该目前是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预设值是 不会让你看到那个开发人标签 所以记得哦 待会 一 请你从这上方箭头 点击之后找到其他命令 箭头其他命令里面 再找到什么呢 有一个叫制定功能区 就是原来在这里嘛 上一格 找到什么呢 找到这边有一个叫 这个其他命令 然后制定功能区 开发人员打个勾就好 OK 然后呢 这边的话把它打勾 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的电脑就有开发人员 那顾名思义吧 你把它打开的话 表示呢 你就是即将成为 开发人员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哦 也就是说你开启它之后 那你使用的位阶就不一样 以前你是应用人员 就是一般user 现在的话呢 你打开它 你就是要开发 你就要设计一点东西 除了你解决自己的问题之外 你可以解决别人的问题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如果要把刚刚的动作怎么样 把它录下来的话 这边就有所谓的录制剧情 录完的东西就是在 剧情里面出现 那程式就放在video basic 所以一二三这三个东西哦 那我要怎么样产生我要的剧情 并且让它可以执行 可能怕先注意一下 录制嘛 其实就有点像 拍影片一样 你不能ng 所以你要先彩排一下 好 动作要按照那个step 你不能乱录 因为乱录的东西 动作多做 或少做 结果就是错误 所以 多做就会录下很多 不应该有的程式 那我的做的动作 先跟各位讲哦 一 游标一定是放在这上面 所以记得先从外面 点击的动作 点这个动作一定要做 因为他才会录一行程式 叫range 14.select 二的话呢 把游标再放资料编辑店 打个勾 打个勾 表示说呢 他会自动帮你把这个公式 丢到这个除权格里面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 删的话呢 就是快速点两下这个空点 这样就OK了 那原来的成 原来这个公式 你不要删掉 不然的话 你还要再重打一遍 拔反 他其实只是把 这个公式 丢到除权格里面就可以了 所以 1 放这边 然后打勾 然后向下填满 OK 那再来就是再录一个清除 所以清除的话就游标放这边 然后呢 向下选 选我不建议你用这样拉的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会过头啊 会多录一些不应该的程式 所以这个时候请记得 如果你录制句集 恐怕 你要多学一个快速键 就是快速往下选取 叫什么 control shift 向下 对 control shift 向下 尽量不要用滑鼠 不然的话呢 那个录到很多不应该有 control shift 向下 按delete 这样就OK了 所以我们来录制 那名称的话 我是 给他两个聚集名称 那基本上我在云端上也有放 云端上这边有 这边有一个名 这个这个 第一个叫手机 号码串接 好 那我就把刚刚的动作 录下来给各位看 1 先按录制聚集 2呢 把名称改成这个 手机号码串接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他就会直接开始录制 不过因为我刚刚已经录过一个 我把它盖过去好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特别注意哦 你就不要做多余的动作 否则你做的动作他都会录制进去 一游标放在这边 二游标放上面 三打个勾 表示把这个公式丢进去了 是的话呢就快点两下 就四个动作 其他不要 OK 好了停止录制 OK 那再来就是清除这个范围 清除范围 一样游标放外面 录制聚集 名称呢叫做 手机号码要什么 清除好了 反正这个名称 大概就可以了 你不一定完全照我的这个名称 不过你将来要知道这个是什么作用 请按确定 那做的动作呢 把它取代掉 一游标放这里 二 Ctrl Shift向下 记得Ctrl Shift再按一个向下 他就向下帮你全部选 再按一个Delete 好OK了 所以一 Ctrl Shift向下 二 按Delete 三 三个动作而已 然后呢 一样停止录制 那录完的结果在哪里 聚集里面 会有这两个 所以我把它执行一下 出来了 再按这个清除 执行 OK 那表示你应该录成功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重点回顾一下 一 复试过来 二 把这个里面的其他命令 这个打勾 再来就是录制聚集 建议先彩排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特别主要反正就照步骤 以后 只要你工作里面 有重复的动作 我都建议你可以 把它录成聚集 然后让他可以重复被实行 不过目前他就是 聚集就是 以色列会自动帮你写VBA的层次 你可以暂时不知道说他到底写了什么 他也可以执行 只要你录的步骤是对的 但是 录制聚集 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他的弹性 有些地方可能 就没有弹性 录完之后就固定那样子 那如果你要做修改 恐怕 下一个部分就是要去了解 他到底帮你录了什么 然后呢 你要再加什么程式进去 或者去掉什么程式 这部分的话我想 请各位好试一下 就是那个 录制聚集 那待会我们会再教各位再加按钮 按钮加在旁边